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端最连线 本节目今天为各位云友们 安排了两个话题 在普遍低薪穷忙的时代 奸差创业是不是一个 所谓吃人收梦化的 天马行空的想法 还是他是真的最后 自立自强的唯一的手段 同时一粒一修 叠叠不修 修来修去修成丑 到底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今天就从这两个话题谈起 一开始先从一个 昨天晚上的一个紧急新闻 让大家感到非常的遗憾 空军司令部7号晚间指出 新竹基地一架幻象单位的战机 它的记号编号是2040号 由飞行官何止与上位驾驶 在昨天晚上18时43分 与北部海域执行训练时光点消失 空军雨于19时05分 派遣CS70C直升机积极救援当中 最新的新闻由早上10点 由空军副司令张哲平将军 所召开的记者会的新闻画面 我们来说起 这一架战机是由我们飞行官何止与上位所驾驶 在昨天晚上6点09分的时候 从新竹基地起飞 6点43分发现光点消失于彭佳雨 北方约60海里的位置 何止与上位是空军官校飞长班 102年班 目前官向张机的飞行时数 概约为227小时 在昨天晚上发生这件飞行事件以后 本军立即派遣搜栓基地 S拐洞行计 在1905时起飞 前往目标空域进行搜救 后续又依序逐次了派遣 C13洞 E2K 及P3行计机 同时空军总队 也出动了一架S365型直升机 总共到目前为止 实行了17批17架子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发现 那海上就位部分 则由海军派遣各型的大型船舰 总共有5艘 到今天早上又正派2艘 总共有了7艘 那海巡署也派遣了海需的舰领3艘 也前往目标区协助搜救 那目前都还在持续的执行搜救中 除了安排西府干部进入基地 能够安定官兵实情 也发布了天安3号 幻象战机极得起 暂停例行的演训 它所有的一些作战任务 都交付其他的基地跟机种来执行 所以在控方安全罩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预请各界能够给予空军 还有核子鱼更大的支持与鼓励 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能够平安 收购核子鱼 然后飞换基地 回到现场 我用手边的一些相关的新闻细节 来补充记者会的一些内容 空军今天表示 已经派遣S-70C C-13洞 E-2K和P-3C型的机 的机型和空情总队的 SA-365型直升机 一共17P 17架次已经进行搜寻了 特别值得注意是E-2K 这是早期的空中预警机也出动 这是我们空军最精锐的部队 张哲平将军说 在空军在事情发生之后 立即派遣松山基地的相关机型 一共有17P17架次 海上救援部分 张哲平说 海军派驻基隆级 季洋级 成功集案 锦江级等7艘军舰前往收救 海巡署也派遣了海巡舰 3艘协助救援 这次还在等待救援的何子宇上尉 何子宇是成功大学毕业后 他才报考飞官 他在学校的表现成绩都一直不错 他是飞行班100期毕业 同时他也是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 他今年27岁 他在出事前的两天 才是结婚一周年 他是从大学毕业后 才报考空军飞行常备军官班 102年毕业 总飞行时速718小时 幻象机的飞行时速有491小时 空军人员受访指出 飞行常备军官班 是大学毕业后才报考的 很多优秀的女性飞官 几乎都是透过此一管道 培训成为飞官 何子宇在校表现不错 幻象机之后还飞过F5型 AT3等型的战斗机 目前还没有到国外 接受训练的记录 第一时间蔡总统也 以三军统帅的身份 指示国防部等单位全力搜救 中路发言人黄崇彦表示 针对晚间新竹基地 幻象战机失事的意外 总统在第一时间 及接获国防部长冯世宽及国安会的报告 也责成全力搜救 那么这个新闻 其实在今天的记者会里面 有好几个现场提问 那可能文字记者还没有整理出来 我们刚才全程听了一下 有几个听起来蛮让人家感到意外的提问 感到意外 这个不是一个军事专家角度 亚洲周刊的一个女性记者 第一时间第一个提问就问了 张哲平将军说这次的飞行意外 是不是为了避开雷达搜索 采取低空贴地飞行 以至于造成失事 甚至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样子的飞行 是要驾机投共的可能性 我第一时间听了 哇 我第一时间听了 哇 怎么这样呢 这个孟凯你怎么看这个提问 是 其实我们知道说新竹空军基地 它是我们整个北台湾这个 首都跟国防的要塞的一个堡垒 那尤其是现在F-16幻象 F-16幻象2000跟IDF 这三个机型 是我国空军的这个主力机型 尤其又以幻象2000 这样的一个机型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讲是说 幻象2000一机可以抵两机 它在这个对空对空的战力上来讲 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但是呢 我们知道说 我国现在拥有的这60架的 这个幻象2000 它其实是1992年去跟法国采购的 1997年才交机 所以说换句话讲 对 今年2017年其实已经20年了 可是呢 文家科我不知道说 各位观众朋友知不知道 其实我们这20年来的 这一批的这个幻象2000 它的性能并没有做一个提升 我们去年2016年的时候 其实国防部是有跟法国 这边有来做交涉 是讲是说要做一个幻象 性能的全面提升 但是那个时候法国居然 狮子大开口 其实从大家知道说 这个航空界来讲 这个战机来说 它的性能要做提升 其实15年来就应该是一个大限 所以说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提过是说 要做幻象的性能提升 但是那个时候 它居然是有一个 法国没有正面回应 而且并且是狮子大开口 那现在这个幻象2000的战机 其实一个小时的作业费 是高达80万的台币 比F16一个小时16万来讲 其实高出非常多 好 我们会先这样子 把这些数据 跟各位观众朋友来报告 其实主要就说明是说 幻象2000在我们国军空军的 这个空对空的优势战力来讲 它是非常倚重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部分 那一定相对来说 会去飞幻象2000的这个飞观 一定都是非常优秀的 也因此说 今天上午的这个记者会 居然有这个记者 第一时间 好像听说是第一题的这个提问 第一题提问就问这个题目 说有没有价值投共 对 价值投共 我觉得这个是 很令人匪夷所思 因为我想目前为止 何子宇尚卫 他的这个下落还未明 我们姑且我们是以 他还是可以平安的获救 可是呢我相信 如果说以我们中华民国 国军的这所有的这些飞观的 这样的一个素质 尤其是他是27岁的 这样的一个年龄 两天前也才刚结婚满周年 我实在想不到说 有什么理由 或是有什么原因说 居然要做所谓的嫁机投共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会凸显说 我们在国防部的这整个体系 会出了很大的疲漏 跟很大的漏洞 因为这不就 这不只是一个这个行为 个人行为 而是连带的他后面很多机面 所以说我实在应该是说 现阶段来讲 是要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而是我们要请所有的国军 官军弟兄来做一个全面的搜索 那最后我也要再拉回来说 然后其实国防部 我们看到这一年五个月 这个民进党政府执政上来之后 其实国防部的事情 确实出了蛮多的疲漏 我们有看到这个清泉钢的毒品事件 我们有看到这个 熊山飞弹的物射事件 我们有看到现在 幻象2000飞机的 这样的一个失踪的事件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些事件 累积下来 是不是凸显的是说 国防部的螺丝稍微 真的是不够紧 那如果说真的不够紧的 一个情况下 现在的国防部的主官 现在的国防部长冯士宽 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好去做 整顿跟整个加强 尤其是我们有看到 之前的这个赖清德隔魁 他才是换任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隔魁系统 真的整个这个隔渊系统 真的要做一个全面的监讨 我觉得这样子 才会安国人的心 这个在黄金抢救的 72小时之内 我们还是以救人第一 一个飞行员 不仅是国家的飞行员 也是一个家庭的资助 这个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在第一时间 排除任何不必要的 彩测跟想象就能优先 那今天相关记者有提到说 因为换向2000的妥善率 长期来不足了 会不会造成失事率偏高的问题 这都有待专业解答 那ETB的新闻员会做 第一手的追踪 也有包括说 在失事前 有没有求救或异常通话 那张哲平将军说是没有 那有没有空间迷向 这个飞行员在飞行体能极限上 一个挑战的障碍 这个我们都持续表达中立立场 但后续让事实来说明 ETB的新闻员的记者陶本和 在主任第一时间有一个新闻 幻香机海坠 坠海船 巡获人 已经巡获人也平安 但是30分钟后 为何官方大举控制消息 陶本的报导说 第一时间从地方 就是从两个空军基地 包括花莲 新竹基地 传言说指空军司令部内部的讯息说 已经巡获 而且人已经很平安 四个字 但在官方静默30分钟后 铺天盖地的否认 并封锁控制消息 陶本的报导里面有提到说 在一个多小时之后 多处地方空军基地 它的消息都指出 来自司令部的内部的消息 巡获人安市制 该飞行官已被巡获 且由S7栋C直升机 火速送往新竹空军医院 而空军司令 沈一鸣上将 也准备前往医院探视 但是30分钟之后 想到国防部搜寻 这个消息立刻就被封锁了 所以外界一直在揣测 这个封锁新闻的意义是什么 在外界消息混乱之际 国防部 总统府 国安会 全盘封锁消息 军方人士评估 由于地点落在中共 日军 与我军 时常游走的 所谓复杂区域 封锁并控制消息走向 不排除另有内情 若有 缠斗或不幸 因被咬到 飞官选择 弹跳等 这些都需要 更长时间 确定实际状况 或整理对外 来做统一说明 中关以上 军方人士也进一步揣测 评估军方突然延后 12小时对外说明的状况 是否在处理上 也不排除 有其他的所谓 SOB标准作业程序 必须先完成 时期怎么看 本核报导的这则新闻 并不是这样子 OK 请说 昨天晚上的确 所有的新闻推播都说 已经找到那个飞官 可是那的确是一个误传 那你说 他是不是因为 跟人家这个缠斗 然后因为那个 是一个敏感地区 没有 其实还好 因为他其实靠台湾很近 他在彭嘉宇这里 所以都是我们 我们自己周边的海域 所以那个 不太会有 向媒体揣测 那些复杂的可能性的情况 那昨天晚上是 四架飞机编队一起飞 它是二号机 那所以 我觉得亚洲周刊会提那个问题 其实是因为最近 从中共十九大之后 卢力安事件 然后又有一个什么 北大的学生 会有一些人会怀疑说 这会不会有一些 示范的作用的效应 所以会有这样的提问 但是你从 你从事实的状况去研判 你从他的编队 然后一起出去飞行物的训练 然后判断他在雷达上面 是突然消失光点 本来是两圈还变一圈 那个状况其实都显示 不太可能是媒体提问的 什么投贡等等那样的方式 那现在根据国防部的研判是说 因为如果飞行员弹射出来了 他身上的飞行仪以及飞机 都会发出那个讯号 对 定位讯号 可是他并 对 都会有GPS的定位讯号 可是他并没有 也就是说他研判 他的确是最海 不但最海 而且就他也没有来得及弹射 那所以就 现在没有办法做第二件事 唯一的事情 就是拼命的赶快去搜救 所以他们也派了十艘船 然后保持有三到四架的直升机 在那边看 那可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说 今天天气不好 今天东北气风变强了 那所以东北气风吹过来 刚好在东北这个彭家游的地方 海浪就真的大 所以那个搜救起来 其实比较麻烦 比较困难 但是无论如何 能抢救 能搜救 当然是派 就是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 毕竟培养一个飞官不容易 他很年轻 他很优秀 他有长远的路要走 我们接下来还得培养他 非常长的时间 那培养一个飞官 我们之前曾经算过嘛 国家要花个千万以上的钱 所以这些都是珍贵的资产 宝贵的人才 所以我觉得 现在也只能希望说 老天爷赏点脸 帮帮忙 就是不管如何 让搜救的行动能够更为顺利一点 那当然换向两千这个问题是在于说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升级 是因为我们跟法国之间的那个 之前有拉法业的那个案子 然后换向两千的佣金 又有仲裁的诉讼案 法国人对我们也不爽 所以他其实在后续的维修 保养等等基建 零件 其实某种程度都是给予 给我们非常大的刁难 所以比如说我们的F16 我们想要升级 我们跟美国谈 法国跟我们谈幻想眼前 就没这么好脸色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就难免就会有一些声音说 那他也已经20年了 是不是有提早出役的可能 但是国防部是说没有啦 就是毕竟换向两千 他的确是一个战能 性能非常优秀 还不错的飞机 那他也还没有到30年的年限 那是不是有可能要提早 我觉得那个就是要看看说 那接下来我们跟法国政府的仲裁 然后我们跟他的谈判 以及跟他的合作 有没有可能改善 那这一方面是我们可以加强的 好 OK 在传长之前只有五个字 何志宇加油 你看一段VCR 这边是红甲夜市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手定不掉了 放过一小圈 这个大概二楼会有机会 好 那我要夾了 你现在会中吗 用戒不掉就来夾好了 早事啊 要摆吗 不知道 好 没事 好快 好快 好快就中了 中了 而且是莫名其妙 你把它缩起来就中了耶 中了 很快就中了 可以 撈了 有尝尝 他会没有尝试 有一遍 没尝尝 没有尝尝 当歌 現在小小要挑戰 冰寶杯 硬刻版的 這個要怎麼加 加啦 我也不知道 欸?欸?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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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樣 你就這樣中了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好 合到現場 幫雲我們介紹兩位 很特別的素人來賓 一位叫兼差達人Alex 你好 OK 你好 第二位是娃娃機場主 叫阿元 你好 OK 好 我們要談這娃娃機之前 當然大家覺得說 至少沒生過娃娃 你也夾過娃娃 但這個比喻不太對 因為以前講夾娃娃 人家覺得怪怪 那夾娃娃是去把小朋友給夾出來 有點影射不好的行為 娃娃機店 它的名詞解釋 這個很重要 我到大概 節目開播前 我才勉強弄清楚 一個叫做廠主 叫店面承租者 主要工作是擺放娃娃機 那大概有一個租金 大概2萬5到3萬塊一台 然後對比機成本約1萬塊一台 那招商將機台出租 試完各個機台 誰是廠主 你們兩位 那廠主簡單的說法是什麼 你弄一個場地 把機器擺在裡面 假設這個攝影棚是你的場地 擺了15台機器 那接下來呢 你要招商 那我進來就說 我這幾台機器 我覺得不錯 用我的投資眼光判斷 所以我就跟你租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是房東這種概念 好 那另外一個叫做很重要的名詞 叫做台主 他是承租機台者 租金約4800元到5萬5000元 每個月不一定 主要工作是娃娃機的補貨 佈置成業 寫下保證取物的金額 設定難度 顧客被吃錢娃娃卡洞 任何障礙由台主負責牌組 該機台營收可全數帶走 那誰是台主 Alex 好 那你的工作是怎麼樣 你跟他租 假設你跟他租了 我跟他租 三台機器 好 那這三台機器 就像這些講的這些東西 是 補貨機器卡住 有沒有被破壞 假設有人惡意破壞 都算你的 我們那邊的話 破壞是算場主的 算你的 好 OK 這要釐清楚 那這些東西都是你來負責 OK 這些設定難度 那是我們的 那就是我們要來處理的 好 OK 那我接下來問題 從這個Alex先問起 你為什麼會開始發現 這個是個可以 在你正職之外的兼差的工作 因為他其實不用花我太多的時間 就是我只要 我那時候去看完 因為我會先巡視一下那個廠 我還沒住之前 不過看一下說 那個廠大概 比較主要是什麼 那我就去 去進一些 別人比較沒有的東西 然後進去 就稍微擺好一下 然後做個機台的設定 留個Line的聯絡方式 就OK了 OK 我就不用理他了 然後隨時就去 對 我就大概一天有空的時候 我就過去稍微巡視一下 東西要不要補貨 有沒有跑到一些比較奇怪的位置 我就把它再擺回來 這樣子 你剛才提到說 要選一些有吸引力的東西 人家才願意去夾 那你的經驗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們製作單位所做的一些小功課 告訴我們說 目前這個冰霸杯 藍牙耳機 藍牙喇叭 行車記錄器 Styla 2 是熱門搶手貨 Styla 2是什麼 Styla 2是什麼 Styla 2又是什麼 就是一顆娃娃 就是一個娃娃 它的名叫Styla 那為什麼最近特別紅呢 為什麼最近特別紅 其實很多東西也就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莫名其妙要紅起來了 OK 所以你們也必須隨時掌握 就是說消費者喜好的變化 這個東西 那這個掌握 你有沒有什麼客觀的依據 你觀察還是看別人 同樣擺這邊五台機器 那兩台賺的比較多 我的比較少 所以你會參考別人的東西 除了看機台 我是這樣啦 除了看機台的 就是各個廠的機台裡面的東西之外 也會去加一些就是社群軟體上面的社團 裡面有一堆娃娃機的社團 那你可以進去裡面看一下 娃娃機社團 對 看一下說比較大 各個廠主啊 他們就是台主 他們比較常在收什麼東西 或者說有在賣什麼東西 那那個東西出現的機率比較高的 那那個我們就會考慮看看說 要不要把它收購下來這樣子 OK 所以你們內部也有不同的一些群組 在分享市場經營的經驗 對 OK 好 那做這個廠主 你的企圖心感覺起來要比他更大 那相對來講 如果這個行業有損失的話 誰的風險比較大 是他大還是你大 我們過去常講說 他有一種叫做販賣淘金工具的營利模式 就是說大家要去山上淘金 每個都抱著淘金夢 可是淘金會容易夢碎 不是每個都淘得到金 所以最賺錢的不是那個去淘金的 那個1萬個裡面才一個 是在山下賣那個淘金工具的 你要上去淘金 來 這邊有圓敲 這邊有工作服 這邊有炸藥 我賣給你 那挖不到金 挖不到金 你家的事 我在下面先把現金收入 你是不是這種販賣淘金工具的營運模式 其實他們好的話 就像台主 台主假如有收到錢 他才會跟我繼續租基台 那假如今天他收不到錢 他賺不到錢了 那他就不會跟我繼續租基台 那相對的 我就少了這個台主的收入 那我一樣也賺不到錢 所以你也有你的風險 譬如說不是單向 他也可以選你啊 你這個店面到底好不好 你是不是在夜市的旁邊 還是在什麼特定人潮多的地方 我也會考慮啊 OK 所以你也被人家選 不是你單純選他 所以你有你的風險 萬一你挑錯地點 然後擺錯基台 那大家都不來租 這些就是台主不來找場主租的話 那你也沒有收入 對 沒錯 OK 孟凱很像 對娃娃機滿有經驗的 剛才講到史黛拉兔 立刻就秀一個史黛拉兔 我是一個大男生 然後剛剛從包包裡拿出 立刻拿出來 史黛拉兔 史黛拉兔其實要跟大家講 史黛拉兔他為什麼紅 是因為這個是迪士尼 日本迪士尼Sea 他的這個有另外一個叫Dolfi Dolfi他的新的好朋友 他是這2017年上半年度才出來的 沒想到馬上各大娃娃機機台 全都有史黛拉兔 所以文佳哥 你如果說真的有這種少女 小朋友 看到這個史黛拉兔 一定要玩 你知道那個十塊錢 十塊錢就收不了 你就要投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很夯 那我想說 這也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你說這個創意或這個行動力非常厲害 就是說他馬上秀到這個市場的敏感度 我想其實今天我們在談論這個話題 我想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家戶記 你看以前他是開這個自助洗衣店 但是旁邊他一個很機靈的空間 馬上他就可以擺幾台 然後他就變成那個夾娃娃店 而且是非常的夯 這個好這個好 對 洗衣服很無聊就去旁邊 洗衣服可以換那個錢對不對 所以你看其實就看得到 就是說他就這樣擺幾台 那馬上他就利用這個機營空間 因為這個空間可能 原本都沒有辦法做任何使用 你說開店面太小嘛 但他馬上就可以辨識這個夾娃空間 那剛剛也有提到是說 現在很熱門很聰明的是 因為這些台主他們要保證 或是說要吸引顧客來玩我這個機台 也因此呢 他就會特別放很多這個很夯的東西 包括什麼藍牙耳機啦 乒乓杯啦 這些都是很實用 然後這個行車記錄器 然後呢我們看到這個是 另外一個很夯萬年不敗的啦 我想今天場主他也有帶這個實體來 這個就是這個日本最新動漫 日本這個超人氣動漫的這個公仔 那這些公仔呢 其實說真的 男生只要看到 或者因為這個公仔在外面 原版賣啊 這個一兩千塊跑不掉 這個很多都是收集公仔的 是 那如果說你可以用這個 因為10塊錢一次機會嘛 說不定你真的技巧高超技巧厲害的話 你可能10塊20塊30塊 當然這個就要考驗說 這個台主跟這個消費者的 鬥智鬥力 你要怎麼樣讓那個物品又好夾啊 好像又近在咫尺 可是這個爪子 爪子又沒有那個 讓你就吸你一直在投幣啦 所以我想這個也是 等一下可以在一起 我們台主當初來分享 那最後也看到這種就是很傳統的 滿滿的這個娃娃 那其實這個娃娃呢 說真的 因為我自己有這個小 外甥女啦 我的外甥女兒現在3歲 她真的很聰明喔 她經過那個娃娃機店 她都知道是說 那個9999來玩一下 因為她知道 她其實一定知道 所以你看 從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角度來切 我就說最近這半年來 我們也注意到 好像台北市的街頭裡面 多出了很多這個娃娃店 那夾娃娃店呢 它其實我們歸納 有點像是前些日子的 那個所謂的格子去 有類似就格一格的 它要擺東西 然後讓你去寄賣東西 但它這等於是 升級版跟變級版 等於說 它現在是專業的分工 有人當場主提供這個店租 他專門找路旁 人氣望的地方當店租 那有些當台主的 他來承租 一台一台 第一他可以圓自己 當小老闆的夢 那第二呢 他也可以擺一些東西 因為很多台主 他是夾娃娃高手 夾了一堆娃娃之後 沒地方放 那乾脆他自己 在租一個台之後 他再把它夾到娃娃放進去 轉售平台 對 他就可以 又再重新獲利 那也因為他是夾娃娃高手 所以他知道這個 消費者的心理 其實他可能會更好的獲利 有玩這個嗎 年輕的時候 就玩這種夾絨毛玩具 然後後來現在越來越多 我還覺得曾經有過很納悶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玩夾娃娃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裡面的東西 真的還滿吸引人的 譬如說會放手機 會放一些3C產品 那可是我 我有一點納悶就是說 譬如說像你們 你們要把這些很貴的東西 3C產品 然後什麼手機 這種東西放進去 你們成本很驚人 那萬一人家花個100塊 就把你這東西夾走的話 那你不是撩錢 放一個東西在那邊 不會很撩嗎 這些東西都是 算是有輸有贏 因為今天夾客來也是想要 拚一個就是10元下東西 要賺 那如果今天每個客人來 他都是輸的 那相對就不會有人再來玩 所以算是剛剛 這樣子獲利OK嗎 當然我還是聽過很多是虧錢的 是嗎 也是有人會虧錢 因為現在那個抓的專家越來越多 因為我看到網路上 都有很多說 你要教啊 有技巧 有些什麼要抖一抖 然後讓爪子在那邊搖晃 反正他就有很多技術 在教這些玩家 那所以想說 那每個人技術這麼高的話 那去擺機台的人 就生意越來越難做 對 所以Alex目前會不會覺得說 錢越來越難賺 高手越來越多 一個東西越多人玩 就會透過經驗的累積 會創造成高手 那你會覺得你的勝率就降低了 就是說玩家的勝率提高 你的賠率就提高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會啊 會一定的 不過其實我們自己覺得 因為就像來賓有提到 我們很多東西也是自己夾來的 因為我們自己也很喜歡夾娃娃 那自己夾來的東西 我擺在家裡面看一看 就他也只是擺在那邊變裝飾而已 那不如就拿出去 讓他找一個新的主人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去增加我自己的收入 我看過有些地方 他會聘請蠻漂亮的女孩子 裙子穿得蠻短的 抱歉這對女孩子沒有惡意 他就在那邊很像招呼 在那邊有用嗎 有的還放一些音樂等等 有的地方很安靜 有的地方放一些音樂 但不至於吵人 但就覺得說 他們事實上有透過很多聲光 包括人的各種刺激 希望說創造來客力即刻能力 你有用這種方法嗎 還是你有用這種方法 他其實現在有分兩種 一個是像你剛好提到 那種就算是有人顧的基台 那他就是那個小姐會幫你擺一下 那種的生意會不會比沒有人顧的 純交的無人經濟的 會來的好一點有沒有 但相對他成本也會高 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其實他的經營模式不太一樣 有人的那種通常都是開在什麼 士林夜市 夜市裡面 對 鬧市都在鬧區看到 他們主要都是賺觀光客的 對 那他的那種爪力會比較低 因為他會一直幫你放到好的位置 讓你去一直夾 OK 雲友立刻有提問說 你們兩位一個長組一個台組 先從台組問起 創業大概要準備多少錢 假設最簡單進入門檻 我只要租一台就好 我先來試試看 以小博大學取市場經驗 累積經驗曲線的成熟 你覺得大幹進場的出擊成本要多少 我先講一台就好 不多 我不貪心弄一台 我只有準備2萬而已 OK 那有差別嗎 譬如說在台北市 新北市 或說我到南投 比較中南部的地方 有差別嗎 這個成本 應該是看地點吧 還是要看地點 對 要看地點 像一些比較好的區域 什麼夜市旁邊 夜市中心 那當然比較貴 那這個地點價格差別 有沒有一個類似 所謂公定價格的行情 還是隨便喊的 大家來賭賭看 賭對了 賭錯了 甚至說入不敷出 生意不錯 但是租金很貴 就是說這個 這個廠主要的錢太多 根本不夠付它 所以這部分 有沒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標準 哪些資訊來源 其實就像買東西的 比價 還是要比價 對 我們有去 就是因為那個社群裡面 有很多人在租屋基台 那你就可以去問一下說 那那邊押金一個月多少 然後跟租金一個月多少這樣子 那你給我出路透露一下 我不是國稅局 國稅局應該不會看這節目 你現在賺這個奸差 這個娃娃基台賺的錢 跟你正值比起來 會比較多嗎 還是差不多 當然 目前還是沒有像正值這麼多 沒有正值這麼多 那也因為你沒有投資很多的錢 跟時間 所以你覺得是一個 合理可以期待的一個堅持 一個投資就對了 是 那從那個場主角度來看 你的進入成本會很高嗎 有人講說你有幾個 不然你有固定成本 變動成本 像租金 水電這些 維持一個 這樣大不大 這樣一個空間 你覺得大概要多少錢 好 我大概簡單譜譜一下 一台機台大概是2萬5到3萬 你要買嗎 還是上游的 對 我要買 你要買 你要做機台的老闆 所以真正的販賣掏金工具 是做機台 OK 他誤會你了 剝削者不是你 OK 來 請坐 繼續說 你要跟他買機台 好 要買20台 這個 一台2萬 2萬5到3萬 OK 好 40萬就下去 對 然後加上你的 每個月要繳的租金水電費 是 那20台的話一個月 假如我訂一台5000塊好了 我一個月可以收10萬 是 那你要再扣掉你的水電 然後房租 折舊 成本攤體 對 所以我初步心算一下 不太像暴力行業 對 其實 但是場主的收入算是 比較穩定的 對 OK 好 那有沒有一種風險 就是說我都設定好了 結果這些不捧場的台主不來 比一比 隔壁的比較好 有沒有面臨這種競爭 越來越多競爭又難免 大家都花之招展的 大家也會給一些促銷的Favor 比如說同樣的條件 我可以有沒有促銷活動 另外一個問題問 我很好奇 你們都很年輕 像是單方的兼拆客 或是創業的人 有沒有拖拉斯的行程 比如說我就是大哥 我擁有50家店 我在這個林口壟斷 怎麼樣 我在樹林我壟斷 很多攝影師做來都這樣 這條雞子都是我的 有沒有像這種的 那這種變成 一種被人家說 經濟學校有一個檸檬市場的產生 或是不公平競爭 有沒有這種現象 比如同樣買機子 我楊文嘉去買就比較便宜 你買就是2萬 我記得1萬5 有沒有這種狀況 其實還好 他們那些機台那些 其實都是公定價 那你說廠之間比價 其實現在想當台足的人非常多 那反而是一些廠子 會開出一些比較苛刻的條件 可能你今天來一次 像一般的話都是 像他剛有提到 先付一個月的押金 一個月的租金 那現在很多都是要先收一計的 就三個月的租金 再加上雅金 所以兩位 你們誰都給我回答 有沒有常見你們這行業的 所謂商業糾紛或是消費糾紛 沒剛好 好 我跟你收購 收麻 鬧到警察局 甚至要對付公堂 有沒有常見的事情 提供給雲友做一個分享 你要做這個行業 要注意不要犯這個錯誤 要跟人家說清楚 不要隨便承諾 或是承諾別人要做得到 有沒有什麼 你們兩個都可以講 有沒有類似這種 沒剛好就抄起來了 蠻多的 蠻多的請說 像東西卡洞口 例如我今天這個東西 它卡住洞口 那它頭到保夾 它就開始跌跌跌跌跌了很多 這是最常見的9分 那我自己的處理方式 我是如果它跌得很多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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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東西沒有過動口 它還是可以持續的玩 算你在算它的 那怎麼處理 如果是我們的話 就是給它拍拍手 因為它就是很有能力 跟運氣可以把它點這麼高 給它 所以是認賠出場 培養顧客的忠誠度 所以這樣子角度 有沒有其他的 那你人比較好 有說消費或是金錢的糾紛 有沒有其他的 其他的 我有聽過是說 因為我們通常後面會擺所謂的青台獎 這可能是金額比較高的東西 對 那也有發生過就是 有人青台了 對 然後可是 後續換的東西卻不是那個東西 然後發生說就是 台主跟消費者在那邊 對互罵 可是最後也沒有個結果 後續我是沒有追蹤到 不過我自己看 那一篇留言看完是沒有什麼結果 好 有沒有一些灰色力量的干擾 譬如說我隨便講 店開下去 我地方黑黑就我老大 收保護費 是怎麼樣呢 不用跟我參與一下 類似這樣的東西 有沒有 我不知道 我直覺我從一個過路客的角度 我覺得 這個行業很像會有那種干擾 譬如說我們林口那個街道上面 以前有一個賣那個 那個賽哥飼料的店 叫什麼冠軍什麼飼料行 我那天突然走過去一看 怎麼變成夾娃娃機店 我的衝擊很大 他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比較好看 對 那我媽媽那個80歲 歐巴桑有一次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 那有人傻笑 我說怎麼傻笑 他就指給我看 就有一個人就對著夾娃娃機 然後一直罵 對你本來罵什麼 一直罵 罵說你看那個是不是傻笑 老太太的觀察 你們兩個做的行業 這個變化得很快 那你們怎麼觀察消費者 就是說我剛才有一位電台的朋友 他跟我講說他的親屬 玩這個玩的 我說你有沒有人在玩 他說有 他100萬 我說他開店開100萬 他說不是 他玩就玩了100萬 哇 那個我覺得會上癮 而且講話是很確定 玩了100萬 哇 有這樣子這麼的 這種怎麼講 花這麼多錢的消費者 那你們怎麼看 當然人願意花錢 這是好事 但是你們客觀看 你們怎麼看消費者 是不是適度玩一下就好 還是怎麼樣 適度玩一下 因為我自己玩這個也是 純粹只是求一個開心 輸壓 因為現在真的壓力很大 真的壓力很大 所以去夾一下 就看到說他已經 靠一些小技巧有沒有 他就翻出去 好開心 然後一整天的壓力好像就 一下子就沒了 就是我完全沈浸在我的娃娃機 的世界裡面這樣 是OK好 好這個網路上有一個 也是ETJ新聞的一個報導說 兩小時夾了210隻 神手很少夾娃娃機 業者崩潰 必勝四秘訣曝光 他說一個台灣達人 大方分享四個秘訣 只要肯花時間和金錢苦練 也能成為不敗高手 重點還是要花時間和花金錢 沒有天生好手這回事 那誰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OK來這邊有講 他說這個經過長時間的學習 教訓百哥整理出 必勝四大步驟 一 四 抓爪力 二 又失 又拖 又甩 對不起 三 三趴上擋板 這什麼意思 三趴上擋板 四 撥出洞口 來哪一位解釋一下 這對我來講 比練原文的總體經濟學還困難 我來 來 這個是洞口 好 OK 第一個 試爪力 這個機台是可不可以玩的 你通常會先看它的爪子 它可不可以甩 它通常上面會有一個防甩片 它如果鎖得很緊的爪子 其實是沒有辦法甩動的 對 要甩的才好是不是 對甩的話可以使用比較多的技巧 對那它把你鎖死了 相對的你就不能使用 這是Alex你講說那個難易度的設定的問題 我們是一樣的 OK 好 然後你要去評估這台機台 它上面有沒有裝爪套 是 有爪套的話會增加東西的摩擦力 那相對它的力量會比較大 爪套就是爪的那個地方 白色的那個 一個小橡膠套 橡膠套增加摩擦力 增加摩擦力 對不會扭掉 OK來 是第二個 又拖又甩 OK 又拖又要甩 那通常就是先把它甩到洞口邊 是 怎麼甩到洞口邊 主要其實像娃娃這種東西的話 它都會有扣點就是凹進去 像例如這隻娃娃 那它的扣點就是在它的脖子啊 所以不要去抓耳朵這個地方 就是比較有可以爪子扣進去的地方 那這種地方會讓它比較容易浮得比較高 像例如公仔的話可能就是它的這邊 最寬的面 最寬的面 最寬的面的力道是最大的 那相對窄的這一面 它夾起來可能就會沒有力道 我很懷疑孟凱根本就有在兼做這個 對 我覺得孟凱很專業 你們在旁邊點評 來 繼續 來 第三說 這個我叫上趴 上擋板 趴上擋板 就是來到洞口邊之後 讓它想辦法讓它跨到擋板上 之後像它的第四步就是把它翻下來 屁股一翻 讓它掉下來 對 沒錯 所以這個要花時間也要花錢去練習 這樣子就要花40塊抓這一隻就對了 那你們會不會看到說 有的人真的是鐵組磨成鏽花針 我就有時間也有錢 我就來勤練夾娃娃的技術 就像有些職業賭場 對他某些很厲害會算牌的 你有沒有來 你有沒有拒絕 會不會有這樣 有沒有這種情況說 或是通風報應說 那個楊文嘉這個高竿的 對 來了又來了 會不會注意一下 不會 其實像我以前還沒開場之前 我也是很愛假 也花了好幾十萬 在假 所以就是多少都會有 但他們不會說拒絕你來 但是我很常遇到的是 他就不補過 就是你可能 他放了三隻這個公仔 那我夾完之後 他就不補 OK 那你們這行業有沒有什麼 OK 這種的 我最討厭 新聞很多啊 會去打雞台啊 或者是從洞口的電子撈啊 搖的放的 那個會接近攝影機 還有沒有其他的 會不會找你們客訴 打電話 打電話 你這個會不會跟你吵的 跟你有沒有這樣子 我目前是還沒有 其實蠻多 會有一些啊 就比較 凹的可能 就是他們不想要輸 那就會 可能他今天 假如我今天放了很多公仔 那有青台獎 青台獎就是所謂 今天我把五隻娃娃夾完 我送你一個大娃娃之類的 那他可能今天保夾了 那我們通常背景都會寫什麼 青台物夾啊之類的 那他保夾他就會跟你要他後面的大娃娃 那其實這是不行的 是 OK 我這邊有一個也是這個 一字的新聞雲 就網搜小組一個綜合報導說 夾娃娃店滿街開超好賺 那網路上的揭露 它背後有兩個原因 那實際上這兩個是給台灣的警訊 我們來跟來賓們做一個分享 好說 知情網友指出了 扣除電租娃娃成本 水電費等等 一天淨賺可能有五千那麼多了 而且機台放著不用人事成本 囤貨成本也低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感覺蠻好賺的行業 可是剛才問起來 事實上這個錢好賺 也有他的一些不確定性存在 他說這裡面 他認為這其實是個警訊 為什麼現在這些夾娃娃機 越來越多點 越來越多賺這種無人販賣機的錢 最大原因就是沒有人訂下那些店 所以店主覺得放在那邊也沒意思 便放給那些娃娃機的主人 問要不要來設點 然後直接給他們開店 做這些無人生意 這個警訊就是說 我們傳統的店鋪型的零售業 它面臨了一個轉型的壓力 或者說乏人問津的所謂 空洞經濟的壓力 這個也當然不能說 把它是無限上高道 這是一個經濟部長要解決的問題 不過從生活者的角度 從受薪者兼差者的角度 這個都要仔細去思考 他的網路上的店面 開始取代實體店面 也沒有人願意頂下店面來做生意 只能自己賺自己的 沒有辦法聘雇店員來擴大機會 沒有人願意來負擔這些成本 所以這種無人的經濟擺台的無人經濟 變成是未來的主流了 大家沒有錢去玩更燒錢的娛樂 於是花10塊錢來玩這些小遊戲滿足自己 這種越是生活苦悶 越是工作不順暢 我們就越是只能鍾情於這種小娛樂 其實也是一種滿悲哀的情況 只能說滿街的娃娃屋 也是滿滿台灣人的心酸 孟凱 詩琦有沒有這種觀察點 我覺得沒有這麼悲傷 這寫得太悲情了 就是說對於一個 譬如說我有一個店面的人 然後我租不出去 然後所以我要租給擺放娃娃機的人 可是那個首先娃娃機的人 還是會願意來租啊 就表示說我這個屋主 我仍然是可以租得出去 只是我要把那個價錢 訂到多少錢而已啊 如果我願意降價的話 搞不好其他的這個成租者 他也會來租 不只是娃娃機的這個成租者嘛 那有一些場地 的確是因為他的條件的限制 他可能沒有辦法開店 譬如說剛剛孟凱給我們看 洗衣24小時洗衣的旁邊 譬如說空間太狹小 就是你的確也很難 做其他的利用的時候 開這種店說 我覺得是一種新型態 發想出來的 這種新的生意模式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那只是說 我覺得他們的風險蠻大的 因為常常看到新聞就是會 就是晚上沒有人的時候 就會有人跑去搶 就是去破壞那個機台 把那個裡面的錢 對比機裡面的錢通通弄出來 所以其實你們 因為剛剛問了之後 發現說其實 他也不是說賺的很大的暴利 他其實因為自己也喜歡玩 有一些小確幸 生活上排解苦悶的 那樣子的情形存在 那所以他有點像是唯利 就是我一個機台放在那邊一個月 我其實也賺不了太多的錢 那又要承擔這麼大的風險 時不時厲害的人 把你的3C產品夾走 時不時半夜有人來 把你的對比機挖走 那我覺得你們這是一個高風險行業 會不會 的確喔 對吧 幾十位 那你們個人 因為新聞超多的 遭受過最大的不確定風險 連帶的財務損失是什麼 那大概有多少 應該他比較有經驗 對 那個 場主 場主這個部分有沒有 就是被破壞 被什麼怎麼樣 我比較還沒 還沒有碰開 還沒 不要講這千萬不要有 我看那個 每次報的新聞都覺得 小生意 那事實上承接這種 不確定風險事實上 也是蠻辛苦的 那你也兼猜嘛 OK 現在很多人都在兼猜 這邊有一個手板說 鐵飯碗生鏽 零工經濟的時代來臨 靠一份薪水過生活 的確有一點辛苦 所以很多人都在透過各種 不同的方式在打零工 那有這個人力銀行的統計 說薪水高時間彈性 兼職大軍 一年有增加6.8萬人 甚至有一個統計說 一年台灣大概有200萬人 或多或少都有在做兼職 這邊有一個小調查說 辦公室大調查 上班族10大兼猜的夯項目 包括咖啡廳打工 商品代購 家庭代工 這家庭代工很有意思 有人說他就是幫你貼一些 什麼簡單的貼紙 什麼簡單的手工 那外送跑腿幫 街頭藝人 精靈網拍 部落格寫手 娃娃機台主 聽打翻譯 家教老師 Alex你做過什麼樣子的兼猜 就是外送跑腿吧 外送跑腿吧 OK辛苦吧 聽起來很辛苦的行業 不要趕時間 外送什麼 快遞還是幫人家買東西 買食物 都有 都有 對 舉凡說排隊 例如說一些名醫要排隊的 那我們也有處理過 然後像之前那個四大運 也有排隊過 幫人家排隊買門票 然後那最普通的就是餐點嘛 餐點也一定買過 然後一些極限物流也有處理過 是 那為了多賺錢 在正值之外兼猜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時間的壓力會很大 比如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的班之後 可能要花兩三個小時去 你自己覺得 這樣子的生活過起來 壓力當然大 那這裡面的酸甜苦辣 可是什麼 壓力大是沒錯 可是 但有些時候 然後我可能下 就是下課後回家 也沒有做什麼事情啊 那不如就出去 出去 閒著也閒著 對閒著也閒著 不如去打一點工嘛 而且中間可能會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發生 夾娃娃要花錢 倒不如去 像我有些時候 上班上來上也會 騎車騎去 我要騎那邊看一下 對啊 你周遭的同儕 或是同年齡成的朋友 這種情況多嗎 這種情況嗎 有越來越多了 有越來越多 對 因為真的只靠一份薪水 有點困難 是 那那個 廠主有沒有 類似打工的經驗 你也很年輕 你現在就專職做廠主 對 好 所以你沒有打工的迫切性 我自己是也有在當台主 就是我有出來過開場之外還有坐牌 好 其實有很多新聞顯示 他說上班空檔去外送 兼差多賺3萬元 但你看他這內文的描述 其實滿辛苦 每天跟時間賽跑 跟氣候在對抗 忽冷忽熱 跑這個都很辛苦 那這個有一個Uber Eats 這是專門在幫人家買這個食物的 他有一個大男生 一個大學生 他做一個統計 他說大概 他可以賺 大概一天可以賺3,900 一個禮拜 不是 他說這樣一週下來 跑了20個小時 收入逼近4,000元 那油錢100元 那平均時薪是200元左右 來弄來補充一下 這個網友 他是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是用一個摩托車 而且他到時候分享的是說 他就是要在市區裡面 比較集中的 因為比較集中 比較好接單 然後他就可以來賺這個錢 不過我覺得這就凸顯了 現在的一個情況 就當然這 比較放大社會面來講 這其實 有一點點類似說是 用拿年輕人的時間 跟年輕的肝去多賺一些費用 可能是本質本心的那個價錢 並沒有到達是說 我們自己的理想標準 或者說我們希望是 年輕的朋友 他勇於追逐夢想的時候 他希望他用時間換取金錢 所以說他會在下班之後 再多兩三個小時來做兼菜 那其實前幾年的這個Uber 也是非常的火紅 那他就是一個這個共享經濟 但是實際上非常多的人 他是用下班時間私家車 然後再去做一個兼菜的部分 不過另外我再拉回來是說 剛剛這樣在場主的這個部分 夾娃娃其實 文家庚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一台機器 又平均是3萬塊的成本 那如果說他出租外面是5千塊的話 他就是最簡單的數學ABC 他就是要6個月這台環本 那如果說現在造成一個一窩蜂的情況 我們到最後一定會講到說 都是抓最慢的那一個 對 有沒有就像之前這個蛋塔店一窩蜂 或是蛋捲店一窩蜂的時候 最後入場的人往往很容易會被套牢 因為你只要你沒有撐超過半年的話 你很有可能你就是連那個機台都沒有回收 那你對一台機台是3萬塊 你如果說一間店搞起來20台機台 那就是60萬了 那60萬的成本 對於一些剛創業的這個年輕朋友來講 可能就是有一個不小的風險 所以也是要提醒跟避免是說 大家在投入這個創業的時候 可能也要謹慎的評估 那最後我也必須講是說 你說拿時間去換取這個報酬 其實還是希望是整個大環境 整個政府部門這邊要來做一個聲勢手率 因為這樣的話只是拿時間去換這個 一個報酬 譬如說幫忙跑腿 幫忙排隊 我之前來自嘉義 我們嘉義有一個很有名的蛋捲 它就是代牌 代牌 然後說賣一包賺10塊錢 可是那個代牌是旁邊的這一些 退休的爺爺奶奶 爸爸媽媽帶小孫子 連那個小孫子一歲的也可以買一個人兩包 所以說他奶奶就帶著那個小孫子來 兩個人就可以買4包 但他就一次賺40塊 可是我講的是說 這個是因為他們等於是已經是退休了 或是說還沒有就業 所以他來做這個兼差 等於是拿自己的多餘的時間來換取報酬 這個是OK 可是如果說我們現在大部分主流的年輕朋友 都還是要拿時間來換取報酬 而沒有增加自己的專業的話 我覺得相對來說 對我們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是會有一點可惜 所以從勞動經濟的角度看 在生產力高峰階段的年輕朋友們 你們卻不能在你的本質上 創造最高的生產力要去兼差 還換得一些某些金錢的報酬 說實在這也是國家必須面對的 老大哥鼓勵你們 這是個中國大陸的一個廣告說 為了想做的事去做不想做的事 為了想做的事去做不想做的事 我認為你們終究有一個 你們人生想要做的報復 只是這個階段 你必須去做快遞 做外送去打零工 但我相信未來一定有值得的一天 那我們接下來討論一下 一利一修這個問題 這一利一修 這個修來修去 修得很像 往這邊修這邊不滿意 往這邊修都不滿意 孟凱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無人商店 其實孟凱程度上 我就再呼籲再多想一點 是不是也是跟這個 過去這一年的一利一修的修法 勞動基準法在修法之後 造成員工的成本上升 那很多雇主他會變成是說 我多差一個人 多差兩個人 我就不合 因為我不划算 所以我乾脆我就是把店收了 或是我就轉型變成是無人商店 我覺得這個也是政府 不能值得探討的 不過過去的這個 從去年10月 執政黨這邊來 在這個委員會通過了之後 到今年的1月1號 正式一利一修修法上路 到現在11月的時間 其實說真的 我們就看到造成勞方 沒有因為一利一修修法 而變成是說他薪資有上升 資方完全不滿意 而消費者又因為物價上漲 造成三輸的一個局面 我們當時就一直提醒是說 執政黨真的不要說 那麼快的去做這樣的一個修法 好 那現在又在傳輸說 一利一修修法 但是我們要希望 黨政會報已經通過 明天應該院會會通過 院會禮拜四就要通過 那我們就要先呼籲是說 那請行政部門先提供 過去這11個月裡面 你到底有哪一些廠商 哪一些商店因為一利一修這個法令 而調整了物價 有沒有去查 有沒有去落實 因為譬如說假設我這個東西 原本一個賣50塊 因為一利一修之後 我跟你講說今年我調整 一個變60塊了 那如果說一利一修再修法之後 這60塊的東西 難道會降回50塊嗎 應該是賣 但是我們就應該呼籲說 勞動部有沒有去調查說這個商家 他有沒有去針對這個調整 是不是多出來的人事成本 真的有回饋到你自己的員工 這是一點 那第二點的部分 因為其實這一次一利一修 五個修法五大方向 那其中前三個方向分別是 鬆綁期休一 分別是46小時的這個加班時數 那還有就是說這個休息時間 從8個小時 從11個小時來調檢為8個小時 這三個方向我們都認為是說 會對於勞工朋友的條件太過苛刻 這個是國民黨的立場 所以國民黨黨團也一定會提出 我們自己的版本 但是我意思說 這三個方向目前看起來 是我們跟行政院比較不同的 那其中其他的兩個部分 我們都有討論的空間 可是現在很簡單的部分 賴清德院長你9月上任了 其實我們持平的來說 賴清德真的關係沒那麼大 因為網友網路朋友 你應該有印象的話 其實去年10月5號 第一次的這個行政立法協調匯報 就是蔡英文總統召集 然後下了軍令狀之後 第一個通過的就叫 一粒一修要修法 那你現在蔡英文總統 11個月過後突然間神隱了 突然間沒看到人 突然間不知道在哪裡 上禮拜他從國外回來 那到現在好像都還沒有針對 一粒一修出來講過話 為什麼要他這樣 一粒一修 因為這是蔡英文他下的命令 蔡英文他10月5號 這是行政院要跟他報告提出的 沒有錯 但是10月5號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他下達命令要成癮 所以成癮10月7號在委員會 通過有一分癮的事件 那今年的4月還是3月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也接受 平面媒體專訪講出了那句名言 叫做勞工朋友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 現在這麼多的一個事情 對換了隔壁但是重點是釋出必有因 都不是努力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講的是說 當然賴清德院長 你是行政院長 你要來處理這事情我們肯定 可是我是說 那背後的指使者 背後的事情 過去這11個月造成全台灣 勞方資方消費者大家亂糟糟 每個人都受到波及 那是誰的責任 是不是應該要有人出來道歉跟講話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我們必須要 判重的目標 那最後我當然講說 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民進黨你要把台灣搞好 在野的國民黨 我們也會提出我們版本 那我們的版本 互相大家來討論 可以來持平的來看 可是最重點是說 不要現在順了孤翼又膩了少翼 現在膩了少翼又順了孤翼 當初執政修法的時候 是因為民進黨的蔡英文總統 她答應了勞團 所以說她要去修這個一粒一修 那現在是不是 資方的聲音太高之後 又變成是偏向資方 如果說只是誰的聲音太大 誰炒有糖吃的話 那我覺得這執政黨 沒有一個中心執政思想的話 這樣子也會讓台灣的這個競爭力 或說讓全台灣的勞工無所適從 那的確這次得這個一粒一修 又做某種程度的修正 過去很多支持民進黨的勞工運動的領袖 都有發出聲音 歐文他是這個公事的這個工會的頭頭 他說老一輩說國民黨再壞 他們吃肉勞工喝湯 我嗤之以鼻 民進黨叫勞工少睡覺多加班 還不見得讓你喝湯 真的也是忘疤 他提出非常沉重的批評 那這是勞動黨他做了一個圖 他說一粒一修 修成不眠不修 工人堅決抵抗到底 簡西街過去是民進黨所謂社會運動 總路線的起手 他一路在批評 他說日本政府早就認知 亞洲攻風未必能創造經濟容景 所以他推出間隔制 強迫員工有足夠 他強迫員工要有足夠休息時間 台灣勞工何時才能夠擺脫血汗勞動 司機怎麼回應過去這些老朋友 包括今天早上最新的新聞是賴湘林 這個我個人覺得 給他最高分的一個女性政治人物 他現在是台北市政府的勞動局局長 他說北市反鬆綁一粒一休 賴湘林認為破壞倚架質量的勞動政策 沒有喔 他的講法跟市長柯文哲不一樣 市長今天自己早上也講說 政府不要管那麼多 就讓各家公司自己去勞資而已 所以他們台北市政府 我覺得應該要自己先口徑一致 第二個是說 我不覺得一套法律 要限制所有的每一個人 就是說他應該要讓勞工保障 最基本的休息時間 並且讓他願意多賺一點的人 你也不能限制說不准 你就是不准給我賺 因為我怕你會過勞死 我不覺得我覺得應該 站在照顧勞工的立場是 尊重他的自主想法 所以當原本的一粒一休 強制的七休一的時候 的確造成了很多人的薪水是減少的 賴清德為什麼這麼堅持要休 是因為他說他在地方 很多人跟他講說 我本來一個月拿4萬多 我現在真的只拿3萬多 那你要補給我那1萬多 所以才會有那個彈性的部分 那現在的彈性也不是說 好 那我們就用一個法律 泡住所有的行業說 你們大家都來彈性 沒有嘛 就還是有一些關卡 所以我也不覺得說 在總工作時數也沒有增加 然後原則仍然是維持 週休二日落實週休二日 這樣子的基調上面去做更大的彈性 不能說他偏向資方 或者是偏向勞方 只能說需要的勞方 往他這邊偏了一點 需要的資方 恐怕他也多了一些彈性 那我覺得這個法 實行起來會比之前硬邦邦 毫無彈性的一力一休要好一點 好 OK 這議題的確非常牽涉 層面非常大 我們後續再花時間多做一些討論 今天我們用一個比較創意輕鬆的方式 來聊一聊現代年輕人的兼差 跟創業的辛苦 真的 活在台灣很無奈 我們常常開玩笑 網路上開玩笑說 因為政府不可靠 所以我們只能靠北政府 不過我講靠北政府還不是重點 每個年輕人都應該 試著把你的玻璃心磨練成鑽石心 老哥哥一個生活的小經驗 跟大家共同分享 我是一片銀天空室 我家雲端追點線 明天同時間雲端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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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